美国农民如何种植棉花 全程机械化操作 农业机械强国 名不虚传 棉花作为生产不匹的主要原材料 每年有着很大的市场需求 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 在世界范围内 有几个主要的棉花生产大国 美国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每年生产的棉花产量 约占世界的17% 棉花产量排名世界第三 要种植如此多的棉花 如果单靠人工种植那是不现实的 那么美国农民又是如何种植棉花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进入精彩内容之前 麻烦新来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一下 每天都能免费收到精彩的内容 我们知道 美国不仅在科技、经济、工业等方面很发达 其实美国在农业方面也很发达 美国农业种植以农场为主 往往几个人就能管理一个农场 他们农业的发达 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地理环境很好 有大面积平坦而肥沃的土地 而且他们劳动力缺乏 农业生产全部用机器代替人工 用机械化实现科技种植 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而且还能弥补劳动力不足 可以说美国农业是现代化农业的标杆 下面以美国棉花种植为例 从棉花的播种 胶水、采摘等环节来看农业机械是如何作业的 首先来看看棉花播种 用到的是一台大型的播种机 这台播种机不仅能播种棉花籽 还能播种花生、玉米 它有着霸气威猛的外形 前面是约翰迪尔的托拉机 提供强有劲的动力 后面则是播种装置 有16个玄羹离合播种盒 包一种则放入播种盒 播种的时候 眩羹机将土地翻更 种则通过导管掉落在地里 相比人工播种 这样的播种机一次性可完成16行 一小时能完成100亩 不得不说 效率真高 在棉花的生长过程中 需要给棉花浇水 美国农民给农田浇水 用到一套先进的灌溉系统 这套系统由拖拉机灌溉装置组成 能实现自由移动 拖拉机负责将灌溉装置 拉到农田 然后将水管合喷洒气 拉到农田的最远端 水泵就放到水渠里 浇水的时候从最远端开始 然后慢慢地将水管往回拉 以这样的方式 很快就能完成整秋田的灌溉 这种灌溉方式 虽然看起来笨重 但效率相当高 每小时灌溉几十亩 应该没问题 到了棉花采摘的时候 大面积的采摘并非人工采摘 美国农民采用的是先进的采棉机 说它先进 是因为采棉机是自走式的 而且驾驶室内有数字显示屏 能够清楚地知道机器的运行状态 行驶路线 采摘效果 采摘的时候 浮导器将棉珠扶持 导入隔榨与压力调节板构成的采摘式 将棉林采摘下来 然后特殊装置 将紫棉从棉林中拉出来 摘下来的紫棉被古风机器流吹到棉箱里 最后棉花被压缩并打包土到地里 被车子拉走 不得佩服 美国的棉花种植灌溉和采摘方式真的先进 上千亩的棉花农场 根本用不了几个人就能管理得很好 当然这里面少不了他们有先进的农业机械帮忙 可以这么说 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就是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 减少人工劳动量 以少量的人工实现大规模的耕种 相比我国的农业生产 虽然农业总量很大 但机械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我们应该努力创造条件 让农业生产全面实现机械化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减轻农民劳动量 增强农民的幸福感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